让靠高的身体不确信 直到我们看见不醒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领经历 神的能力跟医治在我们的生命上 主要我们相信我们得胜 不是倚靠势力 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耶和华的灵 方能成事 哈利路亚 圣灵高又为我断开成重恶 相信救病得着神的应许 活摔江河从主抱座留住 带来一直可盼望 生命里有匆匆的关口 生活中有无穷的挑战 不是倚靠势力从你才能 让我们靠神灵大能得胜 生命里有匆匆的关口 就是放属天的能力 为你荣耀过渡 来更新这时代 就是放属天的能力 生命里有匆匆的关口 打开天堂之门 打开天堂之门 催来复兴起起 让全地上 充满神的荣耀 神灵高又为我断开成重恶 相信救病得着神的应许 活摔江河从主抱座留住 带来一直可盼望 生命里有匆匆的关口 生活中有无穷的挑战 不是倚靠势力从你才能 靠着胜利 让我们靠神灵大能得胜 就是放属天的能力 为你荣耀过渡 来更新这时代 就是放属天的能力 主打开天堂之门 催来复兴起 让全地上 充满神的荣耀 在乎救生 是放属天的能力 就是放属天的能力 为你荣耀过渡 为你荣耀过渡 来更新这时代 就是放属天的能力 就是放属天的能力 主打开天堂之门 催来复兴起兴 让全地上充满神的荣耀 虽然可以按着开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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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按着开万里 就是放属天的能力 就是放属天的能力 为你荣耀过渡 来更新这时代 就是放属天的能力 让全地上充满神的荣耀 让全地上充满神的荣耀 主要让我们的敬拜 躺开你天上的门户 在我们当中 释放你属天的能力 属天的权柄 在我们的身上 在教会的身上 在每一个带求的人身上 主要让我们的祷告 真是经历到圣灵的更新 与高末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主 谢谢你 主啊我们知道 不是倚靠势力跟才能 乃是更多来倚靠 神你的灵方能成事 让我们在圣灵当中来祷告 在圣灵当中来呼求 谢谢你耶稣 替我们的祷告 奉靠耶稣得胜的名 Amen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的往下走 就是透过马太福音十六章 我们再往下一节 我们提到 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 十九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 赐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同样十九节 去到马太福音十八章 耶稣再讲一次 十八章十八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从单数变负数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耶稣在讲到教会的时候 立刻就讲说 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 然后再讲说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天上也要捆绑 地上所释放的 天上也要释放 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去思想 为什么耶稣一讲到教会 就要提权柄 为什么耶稣一讲到教会 就要提捆绑跟释放 有什么意思 这个建造教会的主 他要告诉我们什么 今天的教会 有没有活在这个里面 这是我们要一起去思想 你们在这里讲 我们至少可以讲到两件事情 至少 也许你可以读出三件 四件 感谢主 第一个 他说阴间的权柄 不能胜过教会 表示阴间也有权柄 表示阴间整天就想挑战教会 表示阴间也站在敌对基督的角度 想要打击教会 这段圣经其实是在提醒我们 当耶稣神的儿子 来到这地上的时候 其实他虽然只是 他虽然主要是要赎我们的罪 把我们带回来 可是另外一个重要的任务 他是要打败黑暗魔鬼阴间的权势 我引了一段 引了一小节 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 他说耶稣要借着死 特地败坏那长死权的魔鬼 那段话就是这个意思 耶稣要借着十字架的死亡 要败坏长死权的魔鬼 一般来讲十字架 我们都知道 他是代替我们的罪 代替我们的咒诅 承担了我们所有一切的过犯 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这里讲到上帝的爱 讲到上帝那个没有条件 永不失败的爱 但是希伯来书这里告诉我们 耶稣有另外一个意思 他要借着死 他要借着进入死亡的权势 然后败坏那个死亡的权势 你怎么知道他败坏 因为他复活 死亡没有办法绑住 这个为我们的罪 舍命的耶稣基督 所以这里 其实我们要提到的就是 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当耶稣从地上升天 到天上的宝座以后 他赐下圣灵 重生每一个他所救的人 然后圣灵充满每一个神的儿女 因此就建立了一个地方 叫做教会 那这一群人 耶稣提醒我们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所以其实教会握着 上帝给我们的一个 属天的钥匙 就是属天的权柄 我们也记得 马太福音这28章 当耶稣在颁布大使命的时候 19 20节 跟他先讲18节 当他来到门徒面前 他告诉门徒说 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都在我的身上 都吃给我了 他为什么要这样讲 他在讲大使命之前 是先讲权柄 他不是直接去叫他们出去传福音 没有权柄 你怎么传福音 我们有一个经验 对他好好 送他礼物 怎么样成为他的好朋友 可是奇怪 就是没办法觉知 所以你就看到 其实要把一个福音 带进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要把它带回到上帝的家 上帝的国 上帝的教会 他是要权柄的 为什么 因为魔鬼的黑暗的权势 总是笼罩在那些 他还没有真的认识耶稣 他还没有真的 进到耶稣的恩典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 神在这里 透过耶稣的话 要提醒我们 阴间的权柄 想要掳掠上帝 所要拯救的阳群 但是我们要运用教会 属天 耶稣已经释放给我们的权柄 打败那个黑暗的权势 把那个仇敌里面的一些的 掳掠的灵魂 把它夺回来 我记得我三十多年前 在神学院第一个 新生训练的时候 我们的老师就告诉我 他说 其实也是类似这段的经文 他说你要开始学会 运用属天的权柄 今天教会 在面对疫情也好 面对灾难也好 面对各样的情势也好 无论个人的 家庭的 教会的整体上 其实我们要认知一个东西 我们是在打一场 属庭的争战 我们并不是讲一下平安 就真的有平安 在教会的这个疫情的当中 我还是看到很多的基督徒不平安 我还是看到很多 祷告的弟兄姐妹 也祷告完还是很紧张 这是人之常情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这个疫情 到底会发展成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我们会不会不小心 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胜过这种的害怕 胜过这种的黑暗的权势的挟制 因此我们要再一次的强调说 教会神的儿女要起来 运用属天的权柄 要不断的第二点 不断的运用属天的权柄 我们不再只是谈一个 我们要上帝给我们平安 其实上帝的平安 已经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要在平安的里面 抓住属天的权柄 去帮助那些 去拯救那些 去带动那些 他活在恐惧 他活在挟制 他活在害怕 他活在没有指望的 一个生命的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明白教会 其实教会是一个 有权柄的一个团队 教会是一个 在地上拥有属天的 各样的资源 还有权柄的一个 生命共同体 那么而且 在这个属天的权柄里面 竟然先放到地上来 他说你地上捆绑了 天上才捆绑 所以会不会我们地上忘了捆绑 会不会我们在地上没有释放 所以属天也好像在那边等 到底是我等上帝 还是上帝等我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上帝说 已经给你了 你为什么不用呢 就好像如果你是警察 你身上也有制服 你也有口哨 你也有一个指挥交通的棒 但是你就是不用 然后车子在那边乱来乱去 交通堵塞 交通大家不守规矩 但是警察忘了 他其实应该站起来 吹哨子 把那个指挥棒拿出来 该停的停 该走的走 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权柄 他没有车子那么强壮 可是他有权柄 他有国家给他的权柄 弟兄姐妹 我要奉耶稣的名 祝福教会 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 你是在基督里有权柄的 而且你要站起来用 你要奉主的名 拿出你自己在权柄里面 上帝可以给我们的恩典 所以我们求主要来带领我们 最近 在台湾的教会也在讲一个说 好像民宿记 这个六章 十六章 那个亚伦这个大祭司 他拿了一个金香毒 去站在瘟疫的人群当中 站在死人和活人的中间 那亚伦不怕得瘟疫吗 亚伦拿你来的胆量 亚伦怎么敢这样做 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们 旧约那个就是新约讲 他是一个权柄 他是一个神给亚伦 大祭司的权柄 当他拿着祷告的金香毒 站到那个瘟疫当中的时候 瘟疫就必须要停止 所以教会今天要起来运用这个 祷告的权柄 不是只是害怕瘟疫 是奉耶稣的名 换绑那个瘟疫 是奉耶稣的名 释放蜀天的雨水 下到我们整个国家来 是奉耶稣的名 帮助那些在重症中 在确诊里面 在那里挣扎死亡权势的 或许是我们的朋友 或许是我们的同胞 弟兄姐妹 教会是一个时间的 我们不只是祷告 我们是借着祷告 运用蜀天的权柄 因此我们要开始来祷告 我们要来思想 我曾经在想这个真理的时候 我重新问一个问题 我说为什么弟兄姐妹 在疫情之中 还是非常的害怕 所以我问一个问题 平安是迎来的 还是自动发生的 结论是 你不去赢得它 平安是不会来 因为平安在基督里 已经得胜了 在耶稣基督里 已经得胜了 耶稣在约安福音16章说 你们在我里面放心 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 所以在我里面 你们有平安 所以平安是 耶稣基督引为来的 不是讲一个平安 平安就来了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要把天上那个平安 接到我们的里面来 我们要抓住这个平安 我们要运用这个平安里面 给我们属天的权柄 所以我们要斥责 那个恐惧的离开教会 教会可以不需要站在一个恐惧的角度 也跟着 可以防疫 也应该防疫 但是不是带着害怕的心 我在这里真的要求主来恩待他的教会 教会在全世界都害怕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站在这个权柄里面 昂首阔步 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真理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那个恐惧的灵 害怕的灵 离开教会 离开神的身体 离开这些的 想要打击我们的这些的谎言 所以第一个知道我们是谁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是教会的同工 第二个我们宣告神的名 神的名已经把这个权柄吃下来 第三个运用神的权柄 破除那些的谎言跟自己的软弱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为自己来祷告 求主耶稣的教会意识到 我们是一群有权柄的上帝的儿女 哈利瑞亚 哈利瑞亚 感谢我们的上帝的故障 主要让教会给各有这样圣 哈利瑞亚教室 我们不止是一群属性的属性 让我们不是那个害怕被打败的 祝我们是人生的 我们的冠军最悟 主要让我们所找到的教室 所找到的 但是我们的冠军就是耶稣 看着我们的学家 在会有属性的权柄 当我们的耶稣 认为是在故障 哈利瑞亚 哈利瑞亚 祝你来祝福 谢谢你耶稣 谢谢你父神 谢谢你父神 是的 父神我们向你呼求 为着我们的教会来向你祷告 主要让教会要更多 经历到圣灵的高谋与更新 主要教会要更多学习 拿起属天的权柄 而且不断地运用属天的权柄 因为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只是与属世的征战 我们更多乃是与属灵界的来征战 主要即便我们的意识 我们的知识告诉我们 主要我们所祷告的 教会所祷告的是那又大又难的事 但是主啊我们知道教会有属天的权柄 主我们要奉耶稣的名 来为这个世代来呼求 要相信我们在地上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得生的名 感谢主 神不但是给我们权柄 神要我们运用权柄 所以我们确实在这个时候 也为整个全世界的疫情来祷告 当然我们要特别为台湾的疫情来祷告 刚刚我们有提到 你在祷告的时候 第一个要知道我是谁 那你怎么知道你是谁 因为你知道你的主是谁 这两个是息息相关的 你真正的认识主是谁 你就会知道你是谁 你真正的知道耶稣有权柄 你里面的信心权柄的恩典就会出来 所以其实第一个 我们是至高神的儿女 我们是耶稣基督宝血 重价买书回来的基督的门徒 我们是跟随他的 所以当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 到处医病赶鬼 阿们 神的儿女应该这样 所以教会里面有神迹是正常的 没有神的作为 是反而有一点奇怪 所以我们要祷告 教会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位分 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 他说我把我的教会 建立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 然后在地上捆绑了 天上就捆绑 所以这里讲到一个非常清楚的真理 这个东西要再一次的 在这个患难的时候 在这个瘟疫的时候 在这个各种的天灾人祸的时候 我们要再一次的抓住上帝 给我们的应许 因为今天我们来祷告 教会的牧者长职同工 都站稳在这个基督的应许上 能够破除所有福音的拦阻 能够打破所有偶像的权势 能够赐退 所有一切疾病的黑暗的权势 让教会在这黑暗的期间 要活得更有光 要让教会在大家都很恐惧的时候 教会活得在爱心里面 还可以去帮助别人 因为教会非常的勇敢 其实台湾很多的教会 都在对第一线的医务人员 做得非常好 做得非常有见证 教会应该更多更多更多 也许做一点也没关系 也许只是你关心一个邻居的 一个需要也没关系 或多或少 或个人或整体 或整个的教会 我们都一起来 把上帝的祝福带出去 所以我们来为教会来祷告 让教会的整个带动的团队 能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成为上帝手中贵重的机敏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 为祢的教会来祷告 阿雷瑞瑞要感谢祢的 连续耶稣基督的生命 圣灵我们实在举荡 祝我们合得的软弱 合得的渺小 合得的不足 但是祝祢要帮助我们 祝祢要带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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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雷瑞瑞要谢谢祢的生命 祝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主啊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生命 平息所有的疫情 主是的主谢谢祢 主我们要为我们的牧长 及教会同工来祷告 主让他们真有智慧 以及有圣洁为装士 来带领会众 进入到耶稣基督的道中 通往真理和生命 主谢谢祢 让我们真实能够可以传扬 这一个充满生命的道 是那个没有惧怕 不会被死亡拘禁的道 主让我们真实 站立在这磐石上 更多来宣扬 祢的大能 以及祢救恩之功 主让我们在永恒的道上 能够可以有所长进 建立教会 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继续祷告 在教会 对基督 对神的儿子 对复活的主 的一个整体的认识 还有晋升上 求神来帮助我们 在台湾现在兴起来 这个所谓的RPG的祷告 它不是是一个祷告运动而已 它其实是一个 大使命的运动 只是透过祷告开始 它其实是使徒行传 一二章的一个 一个做法 所以那个祷告 是要领受神的同在 然后带出敬拜赞美 把神的大作为彰显 述说出来 然后就会很多人被收割 弟兄姐妹 我们为这个运动来祷告 这个运动 不能只停留在 只是祷告 这个弟兄姐妹 有很多后面 上帝要做的事 要在我们当中 弟兄姐妹 因为教会必须要被预备好 因为基督的心是非常的迫切的 我们同神开口来为教会 为RPG这个祷告运动来祝福 哈雷瑞亚 感谢祢 祝耶稣基督的圣名 神灵拉我们要望在祢的名字 神灵拉让这个祷告的运动 成为上帝与手中 不及的一个脚头宝 我们感谢祢 赞美 谢谢祢的恩怨 祝耶稣基督的圣名 祝福我们 带领我们 亲爱的学书 我们感谢赞美祢 虽然在这个时刻 我们没有办法实体来聚集 主啊 但是我们感谢祢 因为祢将我们每一个家 都变成教会 主啊 祢将我们每一个人 都成为主祢的好见证 主啊 我们求祢 让我们奉祢的名 两三个人聚集的时候 主啊 祢就与我们 大大的同在 因为我们能够更多的定金 在祢的身上 主啊 我们来恳求祢 主啊 我们来更多贴近祢的心意 更多的能够彰显 神的名的荣耀 主啊 求祢的国度 降临在我们中间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祢 孩子将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得圣的名 阿们 天父我们谢谢祢 透过祢的儿子耶稣基督 带来的救恩 不但让我们有盼望 让我们还活着的时候 知道教会 是可以运用属天的权柄 教会是可以运作属灵的工作 教会可以释放属天的能力 主啊 让神的儿女 不再只是好像被挨打 好像很退缩 主啊 让神的儿女要勇敢站起来 因为祢已经把权柄赐给我们了 祢已经把得胜的确据赐给我们了 祢让我们抵挡 所有周围环境黑暗权势 要带来的任何的压迫 甚至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 也求祢让教会要兴起发光 主啊 让属天的权柄 释放到地上来 主我们就要看见 大丰收就在前面 我们同心向祢献上感谢 随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祢是放属天的能力 为祢荣耀国度 来更新这世代 祢是放属天的能力 主打开天堂之门 追来复兴清醒 让全地上充满神的荣耀 祢是放属天的能力 祢是保费的下世代 祢是散乐天的能力 未经许还能拓与